原标题 七百人就让曹操位置如虎 骑将吕布 为何以重部兵舰阵营为精锐 编者一案 近一段时间 冷兵器研究所已经通过五部飞军 所当无闲 这只吓破位军党的属汉精锐 究竟来自何方 他们才是长板坡的真正主角 三国最强甲骑剧装为何神秘消失 和白马一同 这只汉墨纠州的胡奇克星 为何在大己事面前一败涂地 三篇文章 介绍了三国时代的三支精锐部队 胡当飞军 虎豹鸡和白马一同 本文则将继续介绍三国时代的另一支精锐部队 吕布麾下高顺的现阵营 吕布集团脱胎于董卓的西梁军集团 吕布本人也以擅长齐战著称 然而吕布集团出名的特殊兵种 却是由大将高顺率领的身为重部兵的现阵营 这是为什么 展开全文某搞笑电视剧里的吕小布吕布身为并州人 在西梁军中实际上是被排挤的对象 贝里去 郭四赶出长安后 追随他的骑兵不过百余人 后来他活动的沿州 徐州也都飞陈马蒂 其麾下的马匹和优质骑手都不足 使得吕布不得也对步兵引起重视 吕布在关东兵力往往处于劣势 但仍与曹操 袁术 刘备集团周旋了很长时间 颇有圣计 最后败王更多源于吕布自己的外交失误 可见不其互补的结构 对于吕布集团的攻占颇有帮助 县阵营统领者 终一无双的大将高顺各势力的特殊兵种 往往数量甚少 如公孙瓒的白马翼同不过数千人 曹操的虎豹齐也不到万人 但高顺所统领的县阵营数量显得太少了些 竟只有七百人 这个数量又是步兵 能在战争中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呢 一身为精锐部队 现阵营的装备无疑是极佳的 能够有效防御长短兵器和箭矢的杀伤 提供在战场上的顽强生存能力 三国时期的步兵盔甲有 极腰柔铬铭、筒锈铭、玄铭、盆灵铁铭、明光铭、黑光铭、两当铭、环锁铭等等 其中防护面积最大的无疑是盆灵铁铭 关于铁铭、冷兵器研究所之前有文章介绍 由浮片我们可以看出 铁盆铭结合头盔 可以提供近乎完美的头部防护 能极高增大战士 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当然 现阵营配备的铠甲 也有可能是防护覆盖面积较好的统锈铠等 当不至于是两当铠这种有较大空门的铠甲 统锈铭赴源图在步兵军阵交战中 双方队列互相接近后 前排士兵交手肉搏互相砍杀 优势一方会逐渐突破敌前方队列 突入敌军阵列的内部 战国以来 一般称 这种攻破敌阵列的行为为现阵臣 在给将领统计战功时 他和攻城首先冲上敌军城头的战功先登一样重要 县阵并非全间或最终击败敌军 而只是在敌阵队列中打开缺口 一旦敌队列被冲开 军阵被分割 直接后果就是指挥体系被打断 统帅的指令无法通过军 官逐级传达给一线士兵 这会给被分割的士兵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 影响其战斗力发挥 加之传统时代的步兵地位较低 与战车兵 骑兵相比 作战积极性普遍较差 一旦失去上级军官的监督 很容易出现一红而散的溃败局面 成功陷阵之后 敌阵溃败 才会出现对敌大追杀 大斩获的局面 二由尚可见 现阵营的作战方式 就如同其字面意思 但所用兵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变化 以长枪长矛列队极劲 可以起到推击敌军方阵 撕开裂口的效果 用战刀长剑进行灵活的肉搏 同样能够起到破开敌阵一口的效果 但旅部军团既然活动在北方 现阵营使用枪帽作战的可能性 当要大得多 南方军队也会使用刀盾兵 进行现阵南方步兵现阵时 则喜欢使用刀盾等短兵器 这与男人平均身高略低于北方 其南方多从林水网的环境有关 这种作战方式 灵活有余而冲击力不足 如今吴宛桥决战 吴军有丹阳太守沈盈率领的精锐刀损五千人 即一手持刀一手持盾的战士 在与西晋淮南郡步兵决战时 三冲不动 所以失去控制开始溃退 进军乘机展开进攻 吴军士气崩溃 彻底溃败 三进灭吴之战现阵时高风险的工作 一旦失败可能动摇全军士气 后世随朝明帅阳素 因此采取了极为严酷的做法 每次作战选一二百人现阵 如果未能现阵成功 则全部处展 再选二三百人现阵 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现阵的重大意义 以及现阵所需的兵力 时不再多而再与惊 也无怪乎现阵营数量不过区区七百人了 考察吕不军的败迹 往往源于本阵遭到骑兵突袭 与现阵失败无关 似我们可以推断 高顺发动现阵 基本都获得了成功 因此 现阵营才有出众的威名 吕不军也拥有优质的骑兵 因此 现阵营的正面冲锋 往往与骑兵的侧翼迟突相结合 如建安二年 一百九十七年 吕不率领两千六百名步兵和四百名骑兵 击败了元素的数万部队 现阵营在此战中 必定也有突出表现 建安三年 一百九十八年 高顺担任主将 击败刘备 又击败曹操派出的夏侯敦援军 夏侯敦失去一幕 随后 高顺攻破刘备驻帝佩城 俘虏了刘备的妻儿 曹操军素以士族精炼著称 而刘备也多谋善战 拥有勇将官张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型战役中 现阵营所发挥出的惊人威力 但现阵营的光辉战绩 完全依赖于骑兵的配合 可见 即便是武马邓时代 骑兵已经显示出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对吕布集团发起总攻后 曹操设计切断吕布的马匹来源 武刘备就曾受曹操指使 袭击吕布派出买马的队伍 水攻下批 吕布被扶徐州缺马 买马渠道 被切断对于吕布集团是致命的 曹操集团遂取得了对吕布集团的骑兵优势 现阵营虽然骁勇 但失去了强力骑兵的 配合 也难以冲垮曹操军的阵势 忠于曹军水攻下批 吕布被杀 现阵营的统帅高顺也忠意殉主 依汉末英雄计 顺锁将七百余兵 好位千人 铠甲 斗具皆精炼其整 没锁攻击 无不破者 名为现阵营 二里朔南北战争三百年三资质通鉴 沈营帅丹杨瑞族 刀损五千 三冲进兵 不动 营也退 其重乱 将军薛盛 将班因其乱而成之 吴冰一次崩溃 将帅不能止 张桥自后击之 大外吴冰于板桥 四位书 巫士兵皆出取脉 再者不能千人 屯营不顾 太祖乃令妇人手批 西兵俱之 屯西有大敌 其难树木揪身 不宜有福 乃乡未曰 头操多绝 误入府中 尹军屯南十余礼 明日复来 太祖野兵低礼 出半兵地外 不已进 乃定清兵挑战 继合 伏兵乃其成敌 不骑并进 大破支 获骑骨车 追至其迎而来 五 三国至先主传 建安 三年春 不使人积进 月翼河内买马 未被兵所抄 本文系冷兵系研究所原创稿 主编远阔 作者狂风血剑 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全部的转载 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